因為我實在是不想要跟一些新聞存在一起 所以你不想要跟葛思琦這個人存在一起 誰 葛思琦 那這次王曉飛來台灣有沒有見到面嗎 台灣次被問王曉飛馬上到談 派特克慘丟主持棒聚談葛思琦 那天錄影的時候 我有特別請了他一杯特調的咖啡 就是裡面有一家威士忌 明星代主持人派翠克因為節目意外爆紅 找了勾仔葛思琦擔任來賓了汪曉飛 而派翠克考量到自己同時 也跟小S主持席地想聊 考量雙方關係決定告假避嫌 卻遭到節目封殺 這段時間其實空窗你都可以跟我聯絡的 都可以去run 換題目的 我當時適當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是說 這麼嚴重我退公告好了 如果是我早就知道假本事要聊這些事情的話 你批我我覺得OK 但是我衝到我就不知道 因為做人都是你在做 你不想背叛小S 那我呢 派翠克你是知道亂當的 我是不知道亂當的 2號小S出席記者會時 也替搭檔派翠克發生緩加 你有安慰他嗎 我私底下有傳遣訊給他 就說 你真的很煩耶 但因為我實在是不想要跟一些新聞扯在一起 派翠克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他就算失掉了一個工作 可是他以後還是會 他現在就已經在大方一彩了 因為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然後他的那個才華是阻止不了他的 所以少了這個工作 可能另外一個工作也會找上他 所以我不會替他擔心 他很棒 所以你不想要跟葛思琦這個人扯在一起 誰 葛思琦 那這次王小菲來台灣有跟他見到面嗎 我們不可以訪問跟今天活動不相關的問題 謝謝 謝謝 我聽說今天智琳也有活動 對 你怎麼不趕快去智琳那邊 是不是怕他講話很無聊 今天因為要9點40出門 然後 那個 我昨天又忍不住在看那個怒嗆人生 所以就比較晚睡 我就問經紀人說 為什麼要突然辦一個這麼早的記者會 因為今天另外一位女藝人在你的正隔壁辦記者會 是下午場 所以為了要避開他 我說 為什麼是我要避開他 而不是他要避開我 為什麼是 我為什麼要避他 可惡 都是他害我已經要那麼早起了 有聽說你們看一下嗎 法座到底誰都比較高 應該是我吧 他是 他唯一比我高的地方就是升高人 我再次聲明 我再次聲明 第一個被稱為國民姐夫的人是聚俊夜 就是我的胸部 酷 酷龍的聚俊夜 智琳的老公 有上過我們節目 我是有給他新的名稱 就是國民好友 不會啊 因為大家都喜歡他 都覺得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都說歡迎國民好友 然後我就跟他幾次說 不好意思 這是我幫你取的新名字 你喜歡嗎 他就說OKOK 大丈夫大丈夫 然後我就忍不住跟我姐講說 欸我今天有訪問Akira 我說他人很好很nice 然後我只是這樣 就意思是說沒有人可以贏過那個 真正的國民姐夫